董老师是不是有一种测量的写方向来 用线来测量的 我也会 这个看看这个人 这个喷剑状的 这个要量宽度和长度 然后上一个反正弦函数 上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应该大概0.2 0.3 那就大概30度 然后这个可以量一下 这可能这个10度左右 这个有0.5 这个大概你想想 这个很有可能就距离就在这 非常很有 就基本上来强的这个背 对 大概1.5左右 刚好我这个高度 不是这个地方 他认为是紧动的 喷出来了 喷出来了 所以头应该在这个位置 所以应该跟周老师 跟差不多 比他还高 比较超级超级 比较晚 比较晚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对 我被判断了 我觉得是怎么合级的 这个地方你划出来 这个镜头卖在这个 他倒不一定是搓的 有可能是雷的那个 然后你要捂着 捂着之后 对 然后就在走 然后我身上就 就中了低落状的 所以他应该这个地方里 就切或者吃了以后 从这走出去的 所以到这边还有一段 所以还有那个低落状的鞋 所以有可能碰那些 对 对 好 先生 我想再来我做的 正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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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得很精彩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各位请回原座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谁 对不起 各位想从头来一遍 好吗 来 来 音乐 收 那么有请我们的双声魅影 进行第二次 不 这是第一次 行行行第一次 第一次第一次 1 秒5次 好 先生 我想你再次回来 这个就是我做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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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中国是泰国 哈哈哈哈 啊 啊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慢性阻止性飞机种的还有笑材的人这些人如果在没有药的情况下怎么办对有没有什么任何自救的方式呢有有一种专门的呼吸方法叫做缩唇呼吸听过没有就像吹口哨一样的我先把方法教你们做吸气的时候嘴壁着你们鼻子吸气对然后呢 呼气的时候吹口哨 对这样的话在你这个小量的嘴呼吸的时候你的气道是盆充的它不会塌陷然后会尽量长的把你的肺炮箱里气踩出来 好 我们可以先示范一下子 2 对 好 它的比例是这样子的 吸气的时候吸是1 又是说2 1的话 那么呼是2 然后患者自己慢慢慢慢去调节 会变成1比4 2的更长 1 2 3 揉12次 对对但是我们一般会说1洗一次然后吐4次 所以你自己试一下你看看 1 2 3 1 2 3 4 5 6 是吧这个气道全打开了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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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